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4年的利亚德大师赛 那么电子经济世界杯啊 NORS对战老干爹双方BO2的第一场比 啊BO3的第一场比赛 这个呢 是突围赛的最后一轮比赛 整个突围赛的最后一轮比赛 这一轮比赛的胜者将挺进到淘汰赛 挺进到小组赛啊 正赛阶段的小组赛 而失败的一方呢 将会离开本届利亚德大师赛 那么这场比赛也是中国战队 在本届三只参加突围赛的中国战队里面 最后的独瞄啊 只剩了老干爹了 剩下的两只中国战队都是小组 在突围赛的积分阶段倒数第一啊 AB两个小组分别是倒数第一出局 而老干爹呢 是唯一剩下的独瞄 剩下的独瞄的话呢 来进行最后的一个角逐 那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阵容吧 老干爹是作为后班候选的一方 没有搬影魔 这样让对方舒舒服的拿到了影魔 那么老干爹则是掏出白牛 搬掉的前三手呢 前四手 搬掉了黑贤 大盛 凤凰和谜团 其实这个里边搬掉黑贤 搬掉大盛 这两个英雄问题不大 但是谜团和凤凰这两个英雄的优先级 我个人不认为他会高于影魔 也就是说从班人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 仅限我个人更加倾向于是把这两个英雄其中之一 换成影魔这个位置给他搬掉 影魔这个版本是这个战斗力啊 是真的不错的 挺厉害的 老干爹都 老干爹输了 就剩一个XG了嘛 老干爹输了 对 老干爹如果也输了的话 那本届比赛中国战队就只剩下XG一个独苗了 老干爹这场比赛在阵容方面选择的是白牛 光法 马尔斯和独狗 现在还差最后一个英雄没有选 对方拿出来的是中单影魔大哥TA 三号位最后一手补的是大屁股 人马穿上甲两个英雄都被搬掉了 那双降游的位置放的是四号位的小松鼠和五号位的大牛 那么五号位大牛来去保他的TA 谁兑现的呢 从这场比赛阵容来看应该是对一个白牛吧 应该是对个白牛吧 应该不会是 呃等等等等想想想想 马尔斯马尔斯和白牛这两个英雄谁去打中呢 我还真有点好奇啊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的影魔吧 由于他的这个对线的强度太高了 就是总会大家会选择出来一些奇奇怪怪的英雄来去跟影魔对线 对了 而呢 are了 是are 是第一个 第一个淘汰的队伍 这个最后一首老干爹 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在最后一首选人的时候 陷入了一些纠结 他这个马尔斯和白牛的位置我现在也挺好奇的 因为从分路来讲的话 白牛打中比马尔斯打中要更加舒服一点 但是马尔斯跟白牛谁对影魔都打不过 最后一首拿的是一个小狗 那这样的话是牛狗的一个组合 那中单的光法应该就是 对中单光法 中单光法 我为什么脑子里面突然间把中单光法这个事给忘了 我犯傻了 Iko的绝活中单光法 我居然把这个事给跳过了 脑子可能还没有进入状态 那这样比赛的话是中单Iko的光法 然后再加上牛的三号位马尔斯 西罗的小狗 PiW的四号位白牛和五号位外队的独狗 狗狗组合 独狗加小狗 去走一个优势路 兑现的是大屁股以及对手四号位Lelis的小松鼠 小狗打大屁股 加独狗 独狗加小松鼠 不得不说啊 这个压力是有点大的 大屁股这个英雄 他虽然自身没有什么续航 但是这个英雄由于过度有钱啊 过度有钱 过于有钱 再加上他的线上消耗能力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打近战C 因此你想跟这个大屁股 你说我去用近战C在前期谋求一个击杀的话 难度有颇大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 这个大屁股 他的对线强度能强到什么程度呢 他甚至在有些局面 他是不怕大胜的 作为大近战英雄队A最强没有之一的大胜 大屁股有的时候都不是很怕 白牛啥特效啊 老干爹这支队伍里边的话 有些观众表示说感觉有点脸生啊 都不知道什么来头 因为这支战队里边只有二号位 Echo Echo以前一直是在二线队打的 除了Echo之外 其他的选手基本上都是一线队比较熟的面孔吧 开局五个人呢 诺恩斯这边应该是选择要进行一个晚开悟啊 估计是在剩40秒左右的时候或者40秒不到的时候选择一个晚开悟 老干爹这边的开悟现在已经是莫德了呀 诺恩斯选择不开悟吗 难道一级战中不开悟 还有倒计时20多秒 30秒都不到了 还不开悟吗 放弃进攻了 还有20秒 还有20秒 继续站在中路附近等着 有小松鼠有影魔在的情况下 这个一级团的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诺恩斯选择的是不跟你开团 也不开悟啊 并不打算抓人 Let's get moving time to die 够一个短板4个人都得给它BP让路 我请问这个说法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是他们队内的信息吗 还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如果不是来自于什么队内信息 我个人建议 或者说不是来自于某一些顶尖的职业选手 以及教练 说出来这样的话的话 我建议不要去用这样的话来去指责一个 带这样的节奏不太好 而且从Echo近期的比赛表现来说的话 Echo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上路小狗加毒狗打大屁股和小松鼠这个对线呢 从开局补刀前几波的补刀来看 独狗因为一级加的是一个关 这个对于对手的消耗会比较有限 说中国队局势怎么样了 目前来看中国队的局势可以说是很不乐观 很不乐观 当然了由于中国队最强的差距还没有还没有进行比赛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近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不过其他的三只进行推赛的队伍的已经被淘汰了两只 现在影魔在中路13-2 然后这边Echo是反补掉了圣水神符 没有让这个影魔去灌皮 两分钟这个神符没有让对手去灌 那么这样的话影魔 刻掉了自己身上之前灌的那个 Echo的影魔Echo的光法在中路对影魔到目前来看的这个发育 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发育 剩下的就是看野区的资源能不能利用起来 很早就在自己家的也去做了一个视野 不过这个视野到目前三分钟的时间还没有利用起来去 囤野 而且这一波回去的时间也是不够囤野的 所以应该是下一步吧 我估计应该是从四分钟左右开始囤 打影魔的话中路囤野其实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影魔过来去抢野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如果前期酱油过来的比较早 配合影魔的这个影压过来去强行去中路打一波以后抢你的野怪 这个边路要想过来打过的话 投入的兵力会非常非常的离谱 感谢子叶老板的好多个为你打call 谢谢老板 两分钟囤了一波什么我看一下 啊两分钟这边囤了一波还行 哎哎那就是两分钟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看完四分钟的这一波 最后的过来啊 这波是选择直接往这边拨了 先拨打一波这个是并没有着急去囤 那那这波不能再A了哎 这个地方不能再A了呀不能再A了呀 还来得及吗再打一下 哎呦这个地方刚才多做了一个操作啊 多做了一个操作 不过这波对方的小松鼠过来呢也是知道你的光法肯定要多利用这个野怪 因此也是直接人肉过来去干扰他 这边给上一个技能 然后两个影压 哎这波A口有点拖大了 小松鼠刚才并没有走呀 这波真的有点过于拖大了 小松鼠的刚才过来的那个位置 他本身在野区是高摊有眼的 他没有看到对方的小松鼠走人 那也就意味着对方的小松鼠是有可能来中路继续抓他的 这波A口有点有点过于拖大了 白白的送了一个人头 而且这是一个一血 这个一血还给到对方的影魔 而影魔本身又是一个前期对线的无解肥发育 第二一下就被对手的影魔拉开了一些差距 而大屁股在下路的发育现在跟小狗是打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可以说是 因为大屁股现在有10个反补虽然他的正补跟小狗一样 但是他有反补比较高 这波野区的野怪呢 外队过来去清理一下是做一样收尾的工作 影魔一下就达成了一个无解肥 影魔这个版本他在中路 除非面对一些极其离谱的堆现英雄 我们先看这波遭遇到对方的小松鼠两层 然后呢对方的小松鼠应该是要给技能 这两个人的交劲其实没什么剧情 我们下路 白牛这边冲撞一下 然后呢大牛这条踩 没有踩住对方的英雄 但是威胁了一下对手的走位 这两个人没有办法继续去追 赖这个大牛玩的确实是6 大牛这个英雄还有 除了大牛之外还有一个英雄是 神域 神域跟大牛这两个英雄 在职业比赛里边 我个人感觉我见过的比赛里面 印象比较多的 比较深且比较多的啊 注意是同时玩的比较多 而且拿出来的效果都不错的 两个人一个是fly 一个就是外队 也就是这场比赛 两只战队的5号位 大牛一个大牛一个神域 这两个英雄这两个人拿出来 只要拿出来了效果都不差 而且几乎没有印象 这两个人拿这个英雄拉胯过 这个影魔现在在前期兑现 让他拿到优势 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好解决方案的 一般的英雄只能做到跟他护飞 很多传统就是强行55开那种英雄 面对影魔的时候也很难5开 主要是影魔对影压耗血加上他的叠加伤害再加上减速 这个玩意叠起来以后有点有点致命啊 太致命了有点对于尤其是对于进战来说 白牛这块冲过来抢服可以 PiLab这边抢服抢的不错 不过自己家的神服也被对手抢了 然后自白牛被击杀了 而对方去抢服的是弗莱的大牛 这样的话这个神服互换显得就不是很赚了 因为多交了一个酱油味 开局7分多钟被Nones打了一个2比0 这个劣势的话倒也在接受范围以内吧 我感觉 这边小松鼠一个松果过来去收一下这波野怪 虽然没有办法给队友再去多留一点 但是没让老干爹抢到 对于Lalys来说已经算不错了 影魔先天肯定带的是影压 这个不用想肯定带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命石 现在的影魔才能够又能上比赛 又能够去有一个不错的胜率 这边大牛一个CT掩护一下队友抢服 不过这个神服还是白牛拿了 直接跳刀这么自信 影魔去裸跳刀的话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影魔前边的第一件装备 跳刀引刀和BKB都可以 如果你前期特别的肥的话 跳刀这个道具是一个完美的刷钱装 对于影魔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刷钱装 只要你的操作过硬 对于影魔这个英雄的影压和跳刀的配合 操作比较过硬的话 那么影魔去出跳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影魔的这个跳刀实际上也是变相的 给了他一个影压的方向定位的作用 就是跳刀这个道具 你跳到指向的地点以后 你的英雄脸朝向 他一定是你过来的那个位置 到你跳刀的这个地点的沿线 那个脸的方向 因为你的英雄需要转向才能用跳刀 所以这个是前期在使用影魔的时候 利用跳刀影压的时候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逻辑 或者是说你利用他的这个系统逻辑 来进行一个跳刀影压的操作 影魔这个版本对线就是强的 这个这点大家现在也不用太觉得太担心 因为中单的光法到现在为止 和对方的大哥为TA本方的小狗 以及对方的大屁股 这些同样比较能刷的英雄 他的经济是持平的 光法除了那一波被对方抓了一次 然后被对方干扰了吞野之外 这个光法还是把自己该发育的都发育到了 影魔这边直接接大 然后跳过来接一个影压 nice 看看这边大牛的大招 给上去封路 马尔斯给大留住这个影魔带走他 漂亮 这波带走对手了以后呢 看看白牛也是被影魔死了以后 炸出来大招给送走了 然后再往前追一追 能不能再杀一个 不来的这个血线非常的低 不过后续的灼烧伤害不够了 没有能够带走对方的大牛 那这一波下来的话 是影魔完成了一个一换二 但是因为影魔自己被击杀掉了 而且 这牛的马尔斯拿到这个人头 马尔斯本身是比较穷的 这场比赛 前期的对线打对手的这个TA加上一个 TA加上这个大牛啊 确实打的有点吃力 这波还是经济补回来一些 影魔现在在中路在复活以后呢 直接回到中路继续过来去战线 影魔这个英雄他跟以前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英雄以前就一样 就是他一旦被对方充脸贴到脸上以后 他的反抗能力比较有限 远程的英雄共有的一个特点 哎没捆到没捆到 没捆到 但是没有躲开对手的G 这边一个长包扔上来想要抢也 还真是没看出来抢没抢到 因为马尔斯的这个颜色和对方影魔这个颜色 稍微有一点点的接近 那个钱出来以后我没有来得及去反应 下一个装备影魔出的是蜂杖啊 影魔这套跳刀蜂杖太脆了白牛冲的 其实他之所以会选择去出这个跳刀蜂杖也是为了针对你的白牛 他的蜂杖很有可能是会留着 如果我来得及把你白牛冲吹起来我就吹你白牛 如果吹不到你白牛我就吹自己 看个白牛这块冲过来撞一下大招顶回来独高给上大高法之阳之父加上一个波最后的人头是外队的大招崩出来伤害拿到的 他说怎么除了超哥以外没有人是物理应魔因为不厉害 就是实打实的不厉害 现在这个版本啊就是纯粹攻击力或者是纯粹物理伤害单次够高的C 或者说主力位都不受待见 就是你这个英雄如果没有功能性的话 这个英雄就是上不了场 他现在的版本节奏就是这样 这个英雄就是下手atoreビア了 对他和久没了 他为您的大招护的小色秘密 你看他的最新的质色 Ц的一肢业 很可怕 哎呀 跟他拝离了 他拝离了 他拝离at 他拝离了 TA算物理大哥吗 TA肯定算 TA只有物理 路人局的物理影魔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 他跟比赛局的强度不一样 就顶级比赛局他的强度不一样 你这个英雄一旦他的性能 这个英雄他的性能 从客观数值决定的他的性能 这边马尔斯上来不错 风尝吹一下 看看独狗给上大招 然后还是一个长毛盯住 我把拨过来以后 白牛的冲跟上 影魔被带走 你们还敢打 你们这个阶段影魔不在 你们可是没有输出的 影魔不在你们没有输出 这个时候 老跟爹抓这个影魔 抓的还是非常坚决的 知道你这个时候TA的输出很有限 所以我就抓你影魔就完了 影魔不只要被抓死 你大屁股这个伤害来的很慢 大牛的伤害限制的条件 太过于苛刻了 TA在这个阶段的发育情况和装备 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在正面团战呼风唤雨的程度 因此 老跟爹这段时间采取的这个战术思路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这场比赛呢 同样的问题也会 就是找这个解决方案没有问题 但也暴露出来了一个问题是 老跟爹目前在团战的时候 他们的技能特点是只能针对掉对方一个点 而一旦当对手TA的装备和大屁股的这种辅助装起来一点以后 会变得难打很多 大牛CT白牛想冲走 没有机会 小同主一个G直接带走 最高看一看 大牛的大招没用上 引火直接两个影压 大牛CT踩住了以后 大招没用上 直接秒掉这个毒狗 表完以后呢 对方抱团来进攻一下中路的一塔 这个中路一塔进攻的时间 这个队伍还是有东西的 你别说下一个装备大屁股里边准备去出的是威尸净甲 已经有笛子了 笛子加密法鞋 下一件装备威尸净甲 中国队现在状态怎么这么差 现在中国战队的问题不是状态不好 中国现在整体的战队从实力层面 现在确实跟往年相比 跟往年的自己的中国战队相比 它是有一个明显的下滑的 它不是状态不好 它现在是实力下滑 看看这边小狗 漂亮 小狗这边现在已经是灰耀了 刚才这个是大毒球加灰耀第一波 直接找到对手一个大牛 虽然杀这个大牛不是很值钱 但是成本并不高 所以还是比较赚 话说这影窝接下来是飞鞋还是双刀 那看一下 它准备出的是双刀 然后做BKB 看来这个鞋一时半会是不打算更了 但是它目前是留了2600块钱的存款 所以不好说 这里又抓到一个小松鼠 杀这个小松鼠的话 技能成本还好 大牛CT也踩着 大招并没有飘过来 大牛大招并没有飘过来 风杖吹起来 这个小狗 小狗落地 撕裂伤口 开始挠 硬末这边直接摇大 但是小狗开启了狂暴 还在追 还差一巴掌 漂亮 带走对手以后 往回走 能走得回去吗 独狗在旁边 直接钻一下队友 大牛的大招 风路留住了白牛 白牛被击杀 但你走得掉吗 非常完美的翅膀之光 大屁股的这个框 效果给的不错 但是救不下来 几方的大哥 老干爹这个团战啊 只要我的小狗 在正面参团的时候 我此时此刻的战斗力 比你的TA要更强 那么我其他人的所有技能 就都可以照着你引我揍 老干爹这个团战 脑子真清楚 我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一直在说 这只老干爹 可惜 我为什么一直在说 这只老干爹 应该会有更好的成绩 为什么一直在说 这只老干爹的上限会更高 因为这只老干爹战队 他们在什么时候 该干什么这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说 我正在干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怎么能把这件事情 做得更好 更稳妥 这个方面 老干爹这只战队 真的不错 虽然突围赛打到倒数第二 或者倒数第三 需要去进行一个 突围赛的最终阶段的角逐 这个可以说明这只队伍的实力 本身是并不强的 但是问题不在于强或者不强 而在于他们只要变得越来越强 就可以了 只要每一天 他们能变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只战队一定可以打 脑子是真的清楚 我现在能够的脚步 这玩意儿掉线了一会儿呢 就回现在连回来了啊 稍微等一会儿 好比赛继续 看看这波白牛 还是被小松鼠的松果坛上的 94年 但现在还有机会打职业 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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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年的话 他要看你现在的天梯分数是多少 如果现在天梯分数能达到13000 或者13500以上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但如果没有达到这个13500以上的话 应该是不行了 岁数太大了 没有什么好处的事 在《Radiance's bottom tower》 《Radiance's bottom tower》 老干爹这人过来打一个魔方 小狗目前是马上12000的经纪 打一个魔方出来以后 两边都是在21分钟的时候去打魔方了 在中国打职业刀塔25岁 在年轻也不算了 也不算了 中国打职业刀塔也不算了 年轻选手是肯定年龄上面是一开头的 就是一开头 你不可能就找一个 你说我拉来一个新人 新人多大岁 22岁 那算个啥新人 这块马尔斯大招定住两个人 但是这个小狗想分身躲 没有躲开 这个地方没有躲开 看看白牛再留一下 哦漂亮 跳舞球来了 这边跳舞球来了 白牛在这里吃了很多的伤害 给对手争取到了一点点输出的机会吗 好像还是没有来得及呀 脱离开了自己的 这个跳舞球的范围 控制稍显不足 老干爹的这套阵容 在白牛被击杀以后呢 没有那种能够反复留人的英雄和技能 小同志这边换 小同志这边捆 小狗这边反应还是很快 直接回头然后开狂暴走的很果断 光法和白牛都不在 老干爹这波应该是不能打 白牛再往下路赶 光法在中路还在继续找机会推陷和刷钱 小狗的经济现在已经是保持在全掌第一有一段时间了 有狂暴以后呢 西罗这个小狗在刷和打的节奏方面控制的还是不错 这块独狗一个关 然后呢拿换像往前赶路 大牛这块直接给上一个技能 TA利用自己的魔晶陷阱直接炸了两个人沉默 但是并没有炸到小狗 所以也没法继续往前走 这里开始排演 排演往右下角靠 现在肉杉是有的 白天的肉杉还有不到一分钟 还有不到一分钟 这个待会打起来的话呢 就要变成黑夜的肉杉了 老干爹这个阵容拖到后期能有输出吗 老干爹这个阵容拖到后期的输出爆发比并不高 但是打浪恩斯这个阵容是够的 浪恩斯这边后期唯一一个可能不太容易击杀的 或者快速击杀的也就是一个大屁股 其他人都还好 里面小狗上来开始挠 你看挠大屁股的话并不能掉血 不过另外一侧白牛 哎呦白牛被秒了 跳舞球加马尔斯大 这个技能给的都不错 光法拖过来以后大牛的大招打中的西罗的小狗 尹波直接跳后排秒人 这样的话后排被秒掉一个酱油位 然后小狗钻牛的马尔斯开始往回跑 光法跟牛两个人的位置不要离得这么近 你们两个人不要贴 对不要贴在一起 稍微给一点开拉开一点点的空间 对方这波如果继续追的话 小狗出来应该是有机会能打 他们也要找一个机会 小狗放出来 对方风筝吹起来 然后TA开始输出小狗 很清晰 把光法这边一个智王之光推过来 西罗小狗也知道自己狂暴的时间不够了 继续打的话肯定要出问题 果断的也是直接往回撤 这样的话再卖掉一个队友 但是至少保证了两大哥的全身而退 那也还说的过去吧 这波团战下来的话 诺恩斯这个团战 嗯 也是 其实我跟大家说 刚才这波团战两边打得都非常非常非常好 真的是非常好 所有的进攻 撤退 拉扯 掩护和 对于对方的这个 就是去寻找对方的漏洞和 迫使对方 失误或者出漏洞的这个些工作上面 其实做的都非常优秀 能看得出来到了比赛的这个阶段啊 这些队伍选手之间的博弈 还有他们头脑的清晰程度 以及 求胜的这个欲望都在变强烈的 真的吗 小狗挪大屁股 然后开始逛街 那刚才的这种情况 对方只有一个大屁股在前排站着 小狗不挠大屁股挠谁 他不能来挠我吧 对吧 他不能顺着往下来挠我吧 他肯定要找一个人去挠 他挠大屁股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击杀大屁股 他挠大屁股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那些 准备蹲大屁股的人去暴露出来啊 对方不是傻子 对方不是一上来打字告诉你 我的DPS在哪儿 小狗你过来 对方肯定要让一个最结实的人在前面去给视野 让这个人去挨揍 然后后排的人去寻找反打的机会啊 对不对 那小狗去挠大屁股 就是为了让对方这些这些人受迫失误呀 你看这个这种位置 这一波是什么 这一波在前面挨揍的不是英雄 这一波在前面挨揍的是眼 对不对呀 刚才那一波在追击的时候 为什么对方敢用影魔跑到第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老干爹只有三个人 只有马尔斯光法和小狗 为什么影魔敢走在第一个 是因为TA离自己不远 小狗转头挠他的时候 他可以用风杖争取时间 让这个小狗暴露出来 然后让TA去挠他呀 这个都是都是相辅相抢的呀 还战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两个眼又离大弓了 这两个眼坑对面两回了 坑死对面一个小松鼠 这波又坑了一个大屁股 这狗打掉对手这波大屁股以后呢 小狗现在身上分身BKB加上灰药 对于对手这种沉默啊 各种控制的一个提防 也是做到了极致 小狗差不多要无敌了 小狗距离无敌还是 还是差得很远的 现在小狗这身装备 他的硬度没问题 但输出真的快不够了 因为分身加BKB 这两件道具加起来小一万块钱 这是一个小一万的经济 这小一万的经济 并没有给小狗提供输出的 数值上的提升 他只是提升了小狗输出的时间 但是数值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 但是这一万块钱 对方也在不停的做装备 也在提升等级 所以现在小狗挠人的话 他需要下一件装备考虑一个 我觉得他可能会考虑否决 他决定先做一个强袭 这里吹高 然后摇大两个影压 直接秒 轻松血液的一个连招 这个连招是非常好练也非常好用的一个连招 就是风杖落地摇大 然后在摇完大招以后的右键攻击对方 让你的英雄能够朝向对手回撤的这个方向 然后直接两个影压 都完事了 对方的有一种 在影魔山上跳刀双刀加上瘋胀 然后bkb下一个装备 这是a杖啊 看一下影魔的天赋 影魔的天赋现在走的是一个纯的法系天赋 影魔这个英雄现在离谱在哪啊 就是只要你刷的够快 只要你刷的够快 然后呢你的等级够高 影魔是不分物理还和这个法系的 而且影魔这个英雄 他后期出物理装 他也不太需要平a 这是一个很离谱的事 他可以只用这个25级左侧毁灭阴影 施加攻击伤害这个东西 就是我可以不去打平a 我就只用影压触发的这个平a 就可以打出来很高很高的伤害 我该放技能就放技能 哎呦这个地方 这个端卷没有端到 这个真是没想到啊 大叔觉得现在急急开 现在局面是55开 局面肯定是个55开的局面 现在的这场比赛的疑问在哪 疑问在于就是 老干爹的这套阵容 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当光法的输出完全不够了的时候啊 其他人的这个输出就有点过于仰仗小狗这个点 能够给他提供输出帮助的人 有点少 所有的人都在出杂技装 只有小狗一个人在走输出路线 呃那这个就要求你其他的人要活的时间够长才行 不过对于诺恩斯来说呢 诺恩斯他们这场比赛 就是虽然说老干爹这个会遇到输出可能不够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还是55开 呃因为诺恩斯这两个大哥也着实是不太需要太高的输出就能弄死 就是只要对面大哥够脆啊 我的输出就不怕低 但是现在是变成这样一个状态了 诺恩斯席 诺恩斯席 是小狗就能攻击 是小狗就能攻击 对于我 是小狗就能攻击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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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现在吃肉叫如小鲜老板的两个灯牌 紫叶老板的舞盒为你打扣 白牛心撞过来放狗 秒吗没秒掉 完了这一下有点亏了 能不能走得掉 影魔直接跳后排 大招想抢秒白牛没秒掉 那你自己的位置有点突然了 这个跳舞球一直没打掉 再加马尔斯大招完美团战的机会 他来了 挠掉对手的TA TA这个时候使人魔海报图等走一下 影魔选到了百活 大屁股给开门 让他往过走 这个时候看一下影魔 影魔选择替的是前兆战 大屁股的门并不是从家里开过来的 看看这里光打被秒 马尔斯给毛但是风杖吹起来 小狗大牛接踩 小狗挠死对方的TA漂亮 挠掉TA以后又利用自由的挥耀 烫死了对方的一个小松鼠 这波团战 西罗还能再往前追吗 好像不太行没空啊 白牛被打死没有空了 马尔斯空蓝空血 毒狗的大招已经用掉 但是这波团战了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 对吧 只要你够脆 我输出虽然不高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35分钟 35分钟的一波团战 大哥一个人带着灰耀的大哥一个人 打了5500输出 这个真的不算多高 不算多高 因为你要遇到那种输出特别爆高的那种英雄 就这种35分钟的团战 然后你经济全场第一 带灰耀 或者说你带其他输出 那一波团战打个七八千的输出 那都是很正常的 能打得出来 真的能打得出来 你看小狗就带着灰耀 这输出打了5000多 然后对面死了两个大哥 加一小凑数 还是把活了一个 就只要你够脆 只要你够脆 我就打得死 一个2600的影魔不到2700 马上2700 一个不到2600的TA 刚才这一波团战 老干爹所有人表现的都堪称完美 真的是所有人都是堪称完美的 每一个人的技能 释放时机相互的掩护 都是堪称完美 白牛第一波带狗冲上去以后 给到足够多的视野 及时的选择开BKB回撤 然后让对方影魔 迫使对方影魔 强行追到一个很深的位置 诱骗对方过来了以后 光法的跳舞球 加上马尔斯大招 直接把对方的人都留在里面 配合可以说都是相当的漂亮 质量很高 这场比赛质量真的挺高的 打入山的话 确实非老干爹这些英雄的长处 小狗身上强齐出来了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应该就是A仗 用A仗来制裁一下对手的TA 也是很好的选择 这个时候老干爹 现在的一个团战思路 发生了一些改变 因为我主要核心输出 就一个冲过来 直接放狗 秒漂亮 完美的毛加强 毛加大 然后呢 这边跳舞球 留住对方大屁股 大屁股这个地方 想走传统门走 没走掉 没走掉 小动手的狙狙了一下 但是小狗一个钻就下来 nice 哎这是小狗钻了一下吗 不是小狗 是吧 好像是 好像是小狗钻了一下 好干爹的问题是武力爆发 物理爆发太低 法暴其实很高 法暴也不高 哪有法暴的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没有法暴 反正法暴法 法术暴击的物理暴击都都没有 都很低 他们这个输出就是 我把所有人 所有的子弹 所有的大炮 全都堆的 哎呦 这个眼没反到啊 眼差的有点有点东西 就是我把所有的炮弹 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我能打死对方一个单位 然后剩下的呢 就要靠 靠靠一枪一枪的拉枪栓了 一枪打一下 给消耗一点 打一下消耗一点 就只能这样 他收接人播了 你不是说看的心脏不好 我没说呀 我啥是说看的心脏不好 我没 我从 我可从来没说过 看老跟爹的比赛 不好看啊 这个咱们不要乱黑 好吧 打从去年 甚至包括最近这几年 都算上 我从来没有说过老跟爹的比赛 不好看 说心脏不好的是杰出吧 B站的朋友搞混了 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个确实不知道 上高 上高 小狗直接钻一下光阀 往回闪人 感谢 DAVE SKYE 这怎么发音啊 这位大佬 这怎么发音啊 这位大佬 后边这个SKYE 我还真不会念 你别说 谢谢老板的两个灯牌 感谢深圳被捕亮仔 老板的四个人气票 谢谢老板之士 他说我是新手队友不好推塔 咋办 队友不好推塔 还是队友不好推塔 不推塔 就你自己推呗 对吧 你选那种能自己单身带线的 或者是选那种 如果是新手 你可能打的局势 分数比较低 那你就选 选后期 或者选那种违和 然后你能把对面都打爆也行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就跟大家一起 融入这个 融入这个环境 结果这边开始狂暴上来 把陷阱全部捞掉 然后开始去消耗一下防御塔 TA打几下 这个TA打几下 掉血掉的还是挺快的 打牛一条彩 分身躲一下 小狗 这边矛盾漂亮 贴住对方的TA 这个TA被沉破 开不出来技能 直接秒 90秒没有买活 影魔你还敢过来跳大 我给你了 这个盾 这个盾我给你了 给吗不给 盾也不给 开狂暴出来 撕裂伤口 然后转身 开始挠大屁股 他挠大屁股是为了吸血 这个明显是 好家伙就你屁股大 我就吸你 这边A让技能 钻对方的影魔 出来再给输出 挠死 大牛选择买活 可是没用 你大哥都死了 你大哥都死了 你酱油回来干嘛 有什么用 你酱油出来 是战节目用的吗 这边直接给上 一个撕裂伤口 一个毛 毛到基地上面 大屁股给狂 狂就狂到无所谓 站里边不走了 本来也没打算走 拆掉 然后这边堵狗一个关 掩护一样 小狗不让小狗被踩住 出来以后再多两个幻象 直接掺着对手的 上路搞地 只要你的大哥够脆 只要你的大哥够脆 你别看我没多少输出 你甭管我输出高不高 只要你够脆 你不配说我 说我输出低 笑死了 你看老干爹这个上高 你看老干爹这个上高 抓机会的能力 对吧 抓机会 抓到机会以后 这个进攻的果断程度 以及在占到便宜以后 我应该把这个局势 打成什么样 我应该打出来多大的优势 都做得非常好 主打一个经济试用型输出 他说为什么老干爹总是会选出来输出不够的阵容 这个跟队伍的一些风格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是跟队伍风格和选手的个人风格有很大的关系 有些有些人他就是喜欢用那种功能型的人 有的人他喜欢用那种恶心人的人 你比如说宙斯输出高不高 高吧 爆发高不高高吧 是吧 伐木机爆发高不高高吧 那你说 那拿我自己举例 我就不爱用这些英雄 我就爱用那个萨尔啊 什么亚龙啊 剧毒术士啊 什么术士啊 等等这些 我就是没有手术 但是我就是恶心你 只要我恶心你 恶心的时间足够长 那我就恶心你的时间很长 对吧 这个跟队伍的风格 选手个人的风格 还有在平时教练带领的这个训练计划各个方面 他都有很大的关系 大叔不是 大叔最爱不是卡尔吗 哎呀 你以前爱卡尔 又不用现在爱卡尔 好家伙 好白牛这个冲 马尔斯又是一个大招 定住对方的大屁股 哦呦漂亮 刷新第二套技能 加冰甲 有没有第二个大招 立起来 不着急 影魔去断后排 找的是光法 那是光法开启了BKB 他毫无办法 这里面马尔斯在等他的BKB结束 第二个大招 把路封上 小伙A仗钻进去以后 再次带走对方的影魔 落地一个毛 留住大牛 这波打完以后 有人投出来了 23比18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就看等对方打GG了 这边又留住了对手的一个铁 铁还想跑 这我还能放你跑了 马尔斯一个毛 直接带走 GG 恭喜老格尼 在双方BO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先下一场 哎呦这个比赛 看着舒服 这个比赛真的看着舒服 这才 这才叫正儿八经的职业战队 对不对 这才叫职业战队 那扔了毛能接上大的 才叫职业级的马尔斯 扔毛不放大 那叫什么职业马尔斯 这不适合打职业 行了 那这场比赛 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造老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少时休息 一会带来双方BOO3的第二场比赛 看看老格尼 能不能够乘胜追击 再接再厉 直接拿下对手 我们下场比赛见 摸摸呆 大家有点 Miss 欢迎订阅 感谢 River